去年1月中立委苏志芬 带着林务局水保局人员 前往云林斗六狗咬斷山坡地 他指控张丽善的弟弟 烂肯山坡地还占用国有地 原本茂密树林 变成光秃秃一片沙石地 直接被消山 苏志芬踢爆后 林务局表示 已经请云林县地震事务所见解 发现确实有侵占国有林地 0.1275公顷 随即韩颂检调 经过一年检察院韩颂公文 给云林县府将在1月24号 派三位监委前往现场旅刊 云林县长张丽善痛批 根本是政治而斗 就接待台中严加之后 张丽善认为在地势力 遭到秋后算账 而他的弟弟张启蒙 当初在云林斗六狗咬断山坡地 总共开挖三公顷 云林县府水利处指出 当初X11规定申请农业经营使用 要开发咖啡园 一次未依核准计划施工 已经依水土保持法 才罚两次 总共罚了18万元 整个案件也已经遭到起诉 监察院这次派的三位监委要来立临 是有比以往更加的扩大 所以让人不免来你遐想说 这是有没有政治的斗争的行动 而监察院特地派人查明 县府是否有督导上的行政疏失 而来调查的时间点也巧合的相当敏感 TVBS熊蔡松林云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